12日下午,我是卫健系统紧急抽调197名医务人员支援莆田市疫情处置工作,执行核酸采样等任务,为莆田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龙岩力量。 目前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何?记者连线了我是副莆田核酸采样队领队龙岩市第一医院办公室副主任陈夏。 12日下午6点多,我是副莆田核酸采样队到达莆田。 经过短暂休整后,全体队员立即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 第一天,队员们连续工作至凌晨3点,共完成莆田83村4万份核酸标本采集。 深入到村庄去连夜采样。第二天,又深入到各村庄去进行鼓露。 还有对一些在重病卧床啊,还有残疾的这些行动不便的村民进入,进到家里去进行采样。 由于我是赴莆田核酸采样队前往的仙游县,游阳镇、中山镇、舒丰镇、蔡丰镇等乡镇,大部分在莆田山区。 各个乡村分布偏远,山路崎岖。 其中最远的村距离乡镇所在地车程达一个半小时。 面对困难,我是核酸采样队的所有队员们没有退缩。 他们顶着炼日高温,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开展工作,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一场场紧张的战斗中。 我们这个队员呢,还是就是整体非常的团结,非常的乐快,而不怕艰苦。 一旦接到这个紧急的朝会任务,队员们毫无言言,马上集结。 然后都是选择,自愿选择,我要到最远的地方去,到工作任务最重的地方去支援。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些我们现在的采样工作,以及协助当地的政府规范他们的一个采样的安排。 也很希望福田跟仙游早日的结束一起。 稳 squ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